抗热以外你还要染烫褪色的问题 我今天就是待会要示范 那个如之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一定要 比如说染烫一年三个月一次 是不是一年只有四次了 对 因为这样子的周期染烫 反而会让你的头发的修复 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你的头发的状况 一直会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接下来呢 你就要看看你自己在家里 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是 你比较长时间是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居家的护理 你是不是真的有照顾到 那我今天要推荐他的 就是待会要做示范 就是来自德国的 它是强健法根 专门为染烫受损法专用的洗法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示范 我们做现场洗头发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商品 是来自于德国 那它针对就是 每一个人的条件呢 在不同样的阶段呢 都需要不同的洗法录 那我今天特别选择就是 四岁以上的女性可以使用的 那是染烫后的受损法 可以用的 好 这瓶很有名啊 那它最主要的 主要成分就是咖啡因的复合物 那咖啡因的复合物呢 它使用过后 可以强健你的发根 这是第一个重要关键 第二个呢 它可以使你的头发更强忍 那我们先起泡 如智的头发其实相对 它其实蛮多的 我们先来起泡 起泡很快耶 那它有40岁 有佛男生女生吗 它是分开的 那当然还有21岁 它针对就是把年龄层下降 到21岁女生所使用的洗法录 都有 那在这个商品里面 刚刚讲的一个就是 它是咖啡因复合物嘛 第二个成分就是维他命元的B5 那它使用过后呢 不会油腻 那它反而会让你的头发呢 使用完吹干之后呢 会立即有丝断般的光泽 第三个呢 最重要的成分呢 就是烫完之后呢 大家最害怕什么 干燥 就是干燥受者 褪色 对 发色褪色的问题 那它的那个角蛋白 它会让染后的头发 的发色稳定 那第一个 第二个 它会持久 那当你的发色稳定持久之后呢 你相对你的染发 是不是就变低了 你的染发次数变低的同时呢 你的发质的受损 是不是也相对变低了 所以在这个 这一支商品里面 要诉求的就是这三个重点 它可以帮助修复头发 强健发根 以外呢 它可以帮助你头发恢复光泽 最后一个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的发色持久 稳定 这样子你就是一个稳定的居家 护理的方法 泡泡也太多了吧 对啊 然后很多 而且很细 那再一个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通常在染汤过后的头发 一到一下水的时候呢 头发会打紧 揽开 没有办法疏开 那在这个 这个商品里面 它完全不会碰到这样的 对 好顺的 对 它会非常的柔顺 因为表示它能 泡泡够绵密够细 真的 最纠结的时候就是都是刚开始 好 要冲口 我们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冲水了 大家期待一下看看待会儿的结果 有没有四段般的光泽哦 好 那今天是你四十岁以上 然后你一直在染上 如何呢 让你的颜色维持 还有让你的那个法 根很强韧 对不对 来 我们来看看 芝芝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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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广告 你刚刚不同人 发光耶 神 好多哦 跟刚刚差好多 对 跟她的头发 很安全帽 对 而且她的味道很舒服 因为之前的头发 其实你很难就像这样子 可以很顺的摸 然后她现在就是直接这样摸 都很顺 而且这只是就是直接就用顺吹 就可以有这样造 而且头发看起来好轻盈哦 对啊 而且有那种蓬松感 对 很蓬松 如果我们只要用一些 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你的头发 维持一个好的周期 其实慎选一个好的 居家的吸法 那再加上 要选择适用 适当的商品 可以帮你减零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乱选 要选择上面有数字的 因为它的系列很多 对不对 它的系列很多 而且很仔细 就是用到对的商品 其实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好 想趟法终于可以摆脱 毛躁干涩的深渊了 有了这一瓶 大家就可以拥有沙龙般的 柔顺法指 你还在等什么呢